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鹦鹉呀 这只 今天我们又来到这个比利沙市场里面 今天天气非常差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些鹦鹉的下格 先来看一下这个虎皮鹦 说的小虎皮 这什么鸟呀 15块钱一对的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然后的话这里就是金丝蛔 圆鸟 玉鸟 这个是不是牧师金丝蛔呀 头上还戴个小帽子似的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它鹦鹉啊 鹦鹉它出了些什么 鹦鹉今天它出的品种不是很多啊 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金丝蛔呀 这个瘦的是什么品种呀 都好瘦啊 感觉这个金丝蛔的品种 20块钱一只 然后这下面的话也是都是20块钱一只 红的黄的都是一样的价格 黄的金丝蛔 下面这个是15欧元的金丝蛔 然后还有粉的 这个是不是牧师金丝蛔 头上有个小帽子 还没长大感觉都是小鸟 红的橘红色的25欧元一只 哇这个就是水蜜桃鹦鹉啊 这个水蜜桃鹦鹉五兽元一对呀 五兽元一对的水蜜桃鹦鹉 这个是五代鹦鹉 20欧元一只 这鱼鸟 白色的鱼鸟 这个是大头虎皮啊 大头虎皮的话是30欧元一对呀 然后这里 这又是什么鸟鸟 大家有没有认识的 这是什么鹦鹉鹉 这也是一对50欧元 蓝脸绿身体的 还有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太偏鹦鹉 25欧元一只 玫瑰鹦 红嘴玫瑰 这个鹦鹉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叫什么超级鹦鹉啊 跟超人一样 黄脸红 黄脸的 然后下面红颜色的 应该是超级鹦鹉啊 像超人一样 75欧元一只啊 然后这一对的话 是125欧元啊 这又是什么鹦鹉呀 我们继续往前看 有绿颜色的这种 然后这里还有一对蓝的 很多鹦鹉都不认识啊 这是什么鹦鹉呀 黄的 上面还有 50欧元一对 50欧元一到25欧元一只 然后这个就是玄凤啊 玄凤 各种颜色都是统一价格 都是50欧元一对啊 不管什么变异的品种 都是一个价格 这个鹦鹉好像就厉害了 这个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鹦鹉呀 这只75欧元啊 是不是我们中国的鹦鹉 来看一下 红头的绿身体的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玫瑰鹦了 玫瑰鹦的话也是75欧元啊 这里有一对 这一对 也是应该是澳洲的那种鹦鹉 60欧元一对 然后下面还有只蓝的 好了 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